树林香第二批莫德纳疫苗 8号上午在崇德村多功能聚会所 下午在树林村多功能聚会所施打 商长王梅归关心长者施打疫苗的状况 同时也自证每一位长者一个口罩 施打完毕 务必多喝水多休息 防疫期间也请大家务必多多配合 勤洗手共同度过疫情难关 树林香美代表会出来是进行开议的期间 不过8号早上8点30分 修理下的王梅归还是利用时间 来崇德村多功能聚会所 来关心长者们施打疫苗的情况 除了宣导防疫处事之外 也拿着一份口罩资政给每一位村民 除了鼓励大家之外 也希望大家能够回到家里之后 能够多喝水多休息 让自己的身体能够保持最佳状况 在这里首先非常感谢花林县政府 安排我们的长者到部落打疫苗 那这次是在修理香第二次 长者在部落打疫苗 那今天也特别来看看我们的长者 那主要是来关心 他们在打疫苗的过程 给予他们信心 给予他们关怀 让他们放心的打疫苗 而且告诉他们 打完疫苗之后回家 也应该要有的措施 比如说回家之后呢 多喝水 就是酒精类的东西 先不要先不要喝 一个礼拜之后 身体状况恢复了 就可以慢慢的 就是再来慢慢的可以去适应的喝 我想这个是比较重要 尤其在我们的原住民部落地区 这个部分 我是比较希望能够长辈能够了解的部分 那当然这次为什么 我们修理香 这次我们的长者疫苗 施打 只有放在秀林跟我们崇德两个地方 其实这个主要就是提供我们北区 大概就是在秀林 故事崇德和平的族人来施打 那其余的部落 可以在我们就近的卫生所 比如说我们铜门 铜门文兰 它可以在我们的收封 或是吉安来施打 那我们的水源 可以在吉安来施打 那我们的家民吉美也可以在新城来施打 我想这次的那个整个预约的一个程序 做得非常的完备 我相信让我们的部落的乡民 也是非常有感 那当然我们后续有很多的一些工作 我们会积极的来跟县政府来合作 希望让我们所有的整个 各项的疫情工作 能够顺利 能够圆满 秀林家长我们可以表示 8号所施打的疫苗是莫德纳第二批 8号上午则是在重德村多工人集会所 下午则是在秀林村多工人集会所的地方 来进行施打疫苗 这次施打的年龄是在61岁以上的原住民 71岁以上非原住民长者 秀林乡分配的疫苗为350剂 有190位长者并没有预约来施打 不过秀林家长我们可以表示 还是要呼吁大家 下一批有疫苗要施打的时候 也请大家前来踊跃 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自己的健康 这个终于是要不要 到复权了